80岁老人全身水肿案例 2019年2月26日 我老爸的病情非常严重 全身水肿呼吸急促排尿困难 但因我姐弟都不相信原始点医学可以救命 老爸被他们带去医院检查后安排住院 经医院临床诊断为 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 医型呼吸衰竭 冠状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脏病 新功能三级 支气管扩张合并感染 肺大炮 双侧胸肌液 腔细性脑梗塞 脑萎缩 高尿酸血症 贫血 低蛋白血症 肺动脉高压 净动脉硬化症 右肾囊肿 前面性增生 板钙化等 在医院经过一个疗程的治疗后 老爸的症状未见明显好转 晚上还是得喝很多水 冒虚汗 易冷 依旧是呼吸不顺畅 动动会喘 咳痰 全身痒 情绪烦躁 因为用了利尿剂排出了一些水分 但单次尿的量最多不到五毫升 有时甚至不到半毫升 排尿依旧困难 每天需要排尿二三十次 不等走回到床边 就又急着转回卫生间 每天就这样消耗着热能 又没有办法运动 但身体的浮肿 只是稍微削了一点点 最严重的时候 老爸站在卫生间里哭 让人揪心 我怕老爸熬不住了 终于家里人同意让老爸出院 让我用原始点试试了 姐姐说给我两个月时间 原始点调理 一按推 少五全身按推头部 后背部和臀部原始点 每天都不定时的帮老爸 这样按推三到五次 其他按推次数时间 就随着老人的意愿 或坐或躺 哪里不舒服就按哪里 症状稍有缓解 老爸就不让按了 但每天我都哄劝着 尽量多按推几次 二 保持心情舒畅 让老爸保持心情舒畅 这非常重要 因为情绪会影响热能消耗 三 记掉所有含量饮食和心药 为了不让老爸着急消耗热能 尽量什么都顺着他 我就把感冒药换成了姜丸 这样极可以停掉心药 又补充了内热源 四 内热源补充 每天姜的用量 十克干姜片 熬煮成姜汤 供全天饮用 五 外热源补充 用电热炕和各种碳纤维热敷毯 睡觉时身上盖的 枕头上垫的 和身上穿的 如背心短裤等 都是温敷毯的 温度开到温热的程度 做到24小时全天温敷 第一阶段进度 两个月 第一阶段的两个月内 恢复的特别慢 几乎看不到好转的迹象 因老爸无法正常睡眠 特别消耗热能 臀部深层 又得不到很好的温敷 为了解决臀部的外热源 补充不进去的问题 我把碳纤维热敷毯的线取下来 穿在特制的棉制的大短裤内层 切记 一定注意安全 要考虑到患者排尿的可控性 线路绝缘性 因容易皱褶 折断电线 漏电等 在臀部坐24小时温敷 这里需要特别监护温度 让热源慢慢渗透进去 在热源补充到胃后的几个月里 症状才稳定了下来 睡眠也得到了改善 老爸经过半年左右的原始点医学条理 生命体征已完全恢复正常 尽管老爸一直不是很配合 但案例还是成功做出来了 原始点处理前 全身水肿 呼吸急促不顺畅 动动会喘 排尿困难 冒虚汗 易冷 咳痰 全身痒 情绪烦躁 原始点处理后 半症状消失 完全恢复正常 睡眠也得到了改善 原始点医学救命于无声无息 悄悄地成就了我们的孝心 感恩原始点 感恩张医师